雷锋精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 在海口有一群公交侠 他们穿梭在椰城的大街小巷 一边客进职守 一边行侠仗义 默默守护椰城 让这座城市更加温暖和有力量 海口公交侠的善举 贯穿在直播海南全年节目中 接下来呢 让我们通过年度热词 回忆过去一年的正能量 向公交侠致敬 年度热词之海口名片 公交侠 入围理由 城市公交是展示城市文明的窗口 流动的风景 公交司机是万千平凡职业中的一种 海口的公交司机们 之所以能被冠引 侠之称号 是因为他们总能用充满正能量的行动 弘扬实惊不媚 见义勇为的精神 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姬小德为大德 姬小善为大善 无数公交驾驶员在平凡的岗位上 用爱岗敬业 不畏艰险 锐意进取的精神 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他们成为道德的传播者 践行者 展示着文明城市形象 传递着城市正能量 实惊不媚 世界的行为值得我们去学习 我感谢周师傅 也很感激公交集团的所有人 2021年12月 公交侠两天三次 实惊不媚 更是获得乘客胜赞 12月3号至4号 两天时间 25路 11路 78路公交司机 先后将乘客遗落的包 不回原主 真的是这种事情 真的是非常感谢 做的这个事 都是让人心里很感恩的 真的 现在这个社会 真的也需要这些好事 每天公交车在城市里穿梭 公交司机不仅承载着 无数乘客的出行需要 也保障着乘客的生命财产权 当车厢内 发生突发情况时 公交车总能秒变救护车 这一步发生在2021年3月1号 车上一名乘客突然发病 海口40路公交车司机 和私乘人员 让公交车变身为救护车 仅仅用了8分钟 顺利将乘客送医 拌救了信用 在这里他已经昏了 好像都转了 但是他已经上了 你送他到医院 你不送他到医院就来不及 就搞到西站那里 我们就跟其他乘客说 选择等我们的话就在车上待着 如果不等的话就下车 乘客他们都比较支持 这一幕发生在2021年10月2日 一辆15路公交车行驶独中 一名年纪大约在14岁左右的女孩 倒地并斜靠着护栏不停抽搐 而为了争取救治时间 现场叶平请示当班县长 并车上其他乘客进行了沟通 大家一致同意 公交车便救护车 直奔附近的海口市人民医院 公交车的建议用为之举 不仅仅局限在车厢内 危机关头 他们也总会挺身而出 2021年6月18号下午5点左右 一辆小轿车停靠入边 冒出大量浓烟 还可以看到明火 紧急时刻海口公交集团 56路公交司机 王成义正将车行驶至此地 再将运营车辆停好后 还拎起车载灭火器冲下车 在两分钟不到的时间里 将明火毁灭 把那火灭灭完了 然后就回来倒回来 有个人在我后面感谢我 然后我就有一车刻在车上 我就赶快上车走了 2021年11月24日下午 海口公交集团65路公交司机 陈贤武在行驶逐中 看到路边一辆电动车着火了 他来不及多想 将车停好后 拎着灭火器就冲了过去 陈贤武动作闲除 紧入时16秒 就将火势控制直至碰面 确认没有复燃可能后 陈贤武回到车上 继续驾车运营 我其实特别感到特别温暖 真的而且很感动 应该如果我当面看了他 我应该会说 他应该是今年最美公交的 两天后一辆货车 行驶途中起火 就在司机无助之时 先后行驶到此路段的 海口公交集团K2路公交车 和K3路公交车司机 接力参与帮助灭火 非常感谢光交车司机 如果不是当时他们 拿灭火器给我们的话 那火星也是不是 空气那么小 我觉得他这个事情 是自然为了 我以后也会向他们 跟我们学习 这个终于就是 谁看到了 谁都会 不是说会袖手同一弯吗 都会说 去继续玩 因为我们每个月 都开两次留会 队长也会有没有说过 什么第一个这种情况 怎么要处理 也不要慌了 据悉公司 不仅给每辆公交车 配备消防器材 还定期对人工 进行消防安全等培训 提升他们应对 路面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确保安全 这也是公交侠 行侠仗义的底气 城市因为互助 而更加温暖 2021年3月2号凌晨 一名乘客 在美兰机场站上车 准备前往海南大学附近 整个车程车费五元 由于当时公交车内 刷卡机 出现故障 一次只能刷两元 司机刘晓杰 为了不让乘客多付钱 只让乘客刷两次卡 剩余的一元 由自己补杀 而乘客到站下车时 在车内留下了一张小纸条 问一个橘子 送上另一路车之后 回来看到那个纸条和水果 心里就感到非常感动 心里就感到非常感动 我觉得这个女孩 就当时想着说 心地挺善良的 是一个我们感恩的人 就那么不经意地 帮了她一点点 然后她能够铭记在心 然后就让我在那个行业里 能感到心里 有那么一股暖意 非常的幸运 接播海南 片子报道